好 这一球现场呢 我们先带你来聚焦的是 当然全球的华人都在欢庆龙年 不过呢 这个龙年到底要怎么翻译啊 现在大陆的官媒有一个新的解释 他们现在不是像我们过去 应该就觉得说应该是翻成了 Year of Dragon吧 他们翻成的是直接翻译 就是音译改译 Long 好就是Long Year 这样子的一个译法 当然现在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好来看到这个是央视春晚的吉祥物 先前也先曝光了叫做龙晨晨 那看到他的英文的名字就叫做 Long Chen Chen 好直接把它翻成英文的音啦 好这个为什么今年会有这样不一样的翻法呢 因为其实在上一次的龙年的时候 他们还是翻成了Year of Dragon 现在呢翻成Long 直接用音译来翻译是为什么 其实大陆官媒央视网 他们就有做出了一个解释 就说呢 其实要是跟西方的龙的这个形象 来做一个区隔 因为呢 中国龙是代表着好运吉祥地位从高 但是呢 西方的龙 好比说在一些杂志啦 或者是漫画 或者是电影里头 常常看到的西方的龙是比较负面的 是象征恶丑 所以呢 这一次的这个翻译 主要是 想要把龙年的这种吉祥好运 跟西方的龙来做一个区隔 好对于这样子 比较一个新的翻译哦 就有学者提出了他们的分析 这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副教授 庄家寅老师 他就分析说 中国大陆现在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 变得更加民族主义 和强调自我的文化自信 希望可以表现出自主性 但是呢 这样的翻法 恐怕在世界上 未必可以流通 那另外要来看到的是 这个比较 有一点冷僻的字 但是呢 在龙年的时候常常被拿出来使用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念呢 是三个龙组合在一起的字 很少来使用 但是其实他的意思也是蛮不错的 好 这一次这个央视春晚 他们的名字主题就是 龙行踏踏心心家国 其实这个三个龙组成在一起的 好 我们这边有这个拼音哦 其实他是念踏 跟踏步的踏是一样的发音 那他的意思呢 其实是形容群龙腾飞的样子 那你看到这个踏踏两个字 因为一个字里面有三个龙嘛 所以这样算起来就是有六只龙 当然也是组成这个好的意思 六六大顺 要祝大家龙年六六大顺的意思 好 迎接今龙年呢 其实在大陆在各地 他们掀起了市跳新春龙舞挑战赛 热闹迎春节 也引发了世界各地很多网友的热烈响应 搭配着轻快的洗脑音乐 民众跳起舞步 除了大陆有民众穿着汉服 响应跳龙年龙舞之外 其他国家也有民众跳起龙舞 一起要感受春节的热闹氛围 好说到农历春节呢 其实大陆民众他们很有仪式感的 就是在除夕的这一天 大家除了团圆吃年夜饭之外 都会一起看春晚 那按照传统就是在昨天 9号除夕夜会登场 几乎每一年都有邀请到 台湾的艺人共享盛举 好 其中原本是小虎队成员的苏友鹏 还有魔术大师刘谦 都在这一回央视春晚的表演名单当中 好另外呢坐在台下的还有在今年爆红录剧繁花 男女主角裙包括了胡歌还有唐嫣 辛子雷都有到场 三个人都是穿着红色充满节庆喜气的衣服 打头阵演出鼓舞龙腾 并且下台将手上的公仔送给现场的嘉宾 将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也为央视的晚会揭开了序幕 好但是这个年呢恐怕对拜登来说是个不好的开局 因为呢他的记忆力跟他的年纪 现在再次成为全美话题 更有媒体分析说这可能对他的连任之路来说 是一个蛮大的考验 成为2024的总统大选的一个不利因素 美联社在9号这一天呢 在美国的各大城市进行街坊 除了川普的支持者坚定反对拜登连任之外 还有选民坦诚说 他每次出来讲话的时候 到底在讲什么 其实大家都听不太懂 也很担心美国的领导人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太阳心全校客废 客废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